今天教大家粉紫色切瓣牡丹的画法 煎好笔调太白呈酸奶状 注意笔度笔根都要有 然后笔尖侧峰调少许紫色 笔尖方向朝自己侧峰转笔画出第一笔画板 然后在其左边画出第二笔要往右包 第三笔要往左包 然后在第二笔第三笔上面画出第四五笔 都是侧峰往里包的笔法 这样形成一个大花包 笔尖点水加白调紫色 在前五六笔的下侧 侧峰脱笔画出两部分侧面花瓣 点水调紫色可以稍微鲜艳一些 画出最外层的花瓣 两笔对画形成一个大花瓣 然后两侧侧峰画出碎瓣 使其生动灵活右下侧和左下侧 基本都是这样的笔法 上部两侧基本如此 只是稍微小一些 然后浓紫色画出花心处小倍 最后配上花蕊 用墨简单配以叶子之干 这样一幅小作品就画好了 学会了吗 关注我从零开始教你画中国画